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莽十三周中威望无与伦比 拓跋菩萨一生战绩累累 虽是败多胜少 却并不影响他实力强横的事实 对战邓太阿 拓跋菩萨和邓太阿大战时 邓太阿还未入陆地神仙境界 眼见拓跋菩萨吻压邓太阿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邓太阿基本必败 但那生死弥留之际的李纯刚 于峭壁前千里借鉴邓太阿 为其尽道开门 让他进入陆地神仙境界 最终拓跋菩萨和邓太阿大了个平手 对战洛阳 洛阳是天向近跌峰 或者说是半步陆地神仙境界 洛阳出起手 将拓跋菩萨的生境神兵回去 拓跋菩萨大怒追杀洛阳 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是拓跋菩萨追杀洛阳 但实则还是他吃了大亏 拓跋菩萨和李密碧联手 欲杀徐凤年 这点不怪拓跋菩萨 毕竟他不知道徐凤年是主角 是行走的外挂 此战 拓跋菩萨险下被杀 被李密碧救走 对战南宫蒲业 南宫蒲业是天下第一美人 身为丈夫 徐凤年有难 自有相救 南宫蒲业和拓跋菩萨对阵 此战中使出十八亭 拓跋菩萨见识不妙 自行退去 而南宫蒲业心有挂念 也不愿使出十九亭 此战因拓跋菩萨败退告终 当然拓跋菩萨人生 最重要的三场战役 皆是与徐凤年展开的 第一战 徐凤年拜王先之为 新武平第一之时 徐凤年城中借木剑 我徐凤年有一剑 学自中原剑客温华 这一剑请你出城 这一战辗转千里 拓跋菩萨显向还生 为徐凤年烧胜半分 堪堪授手 最终得李密碧 是以援手 保得性命 第二战 是在洪静岩 杀死徐骁一子 其当过后 这一战 徐凤年试杀洪静岩 无意与拓跋菩萨死战 以应接拓跋菩萨 全力以计为代价 一枪杀死洪静岩 天人体魄遭到重创 后被张胜人锁住 才得以恢复天人体魄 第三战 拓跋菩萨取到了 自己衬手的武器 又受到了天人的馈赠 达到了天人大长生的境界 其带领四十万北莽大军 于俱北城外 徐凤年与十八位宗师 共遇之 拓跋菩萨气势如虹 硬抗欲甲 再必迪雷 与徐凤年战于九天 徐凤年落剑三千 锦除十八秀青蛇剑气 与拓跋菩萨 占得平分秋色 最后时刻 徐凤年倾土所见人间气韵 白莽咆哮 盘居人间 拓跋菩萨入允时 驻于北莽军中 此次再败 其实拓跋菩萨的实力 已经是人间第一了 与王先知相比 暂且不说 毕竟没有比过 我们先来说说 王先知与徐凤年的一战 此战王先知 也并非巅峰状态 而且这一战外因太多 徐凤年更是得黄龙氏之助 荣儒是道三家鱼一身 战到最后 也是王先知自行兵解 以送天下三份机缘二终 所以徐凤年的实力 并非确实强于王先知 再说拓跋菩萨 与徐凤年的最后一战 这一战也是全书 最为精彩的一战 这一战 最终虽是拓跋菩萨落败 但他不是败给了 徐凤年的实力 而是败给了人间的气韵 拓跋菩萨的实力 是毋庸置疑的高 但他是北莽军神 是徐凤年 是北梁最大的对手 和主角作对 自然只有此路一条 对此各位看官是如何看的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哦 感谢观看